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伟仁仁略先激动 2022年7月1号的香港金子金广场花团景簇 上午八十曲 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 香港纪律部队仪仗队和步操队 以整齐划衣的中式步操进场 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屈旗来到旗杆下 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奏响 国旗与屈旗然然升起 现场全体肃力高唱国歌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除了户籍方队之外 还有香港其他五大纪律部队 仪仗队都是第一次用中式步操进行的 而进一步彰显了对祖国的情怀和归促感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此前宣布 自今年7月1号起 香港警队全面转用中式步操 除各典礼仪式及结业会操外 各级人员日常也需遵守禁礼等中式步操礼仪 据了解 香港各大纪律部队从2021年初开始逐步引入中式步操 2021年2月 香港警察学院举行中式队列培训班 由解放军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成员教授 受训学员来自各纪律部队 培训内容包括原地及行径间的步操动作 以及军旗、指挥刀和步枪等步操动作 同年12月 香港警察学院又推出中式步操电子学习课程 简介中式步操的引入及应用 与应用步操的主要区别以及相关基本知识和技巧 我是在2021年5月份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的培训中式步操 在训练过程里面 动作要做到一丝不苟 当中需要高度的专注力和坚毅不一的精神 无论体能上面或者步操姿势 考虑都要不断去练习 能够提升自己的表现 简伟伦和同事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这场意义重大的升起礼上 香港纪律部队仪仗队和步操队 以整齐划一威武自信的步伐 展现了香港对祖国的情怀和归属感 在港出生成长 立业成家 简伟伦乐见家乡回归以来的进步发展 也对香港和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太太和我儿子透过电视直播 看完整个星期的仪式 他们两母子对我非常有信心 亦都对我能够参与今次的星期典礼 感到非常高兴 自豪和光荣 太太就跟我说我是我儿子的榜样 香港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香港有着祖国极强大的支援 我深深感受到背靠祖国的一份情怀 亦都祝愿香港继续繁明稳定 亦都对我来自豪和光荣